就是在美国这边买的这个咸菜啊 也就是说美国这边也卖咸菜啊 这个咸菜是这种青瓜啊 它的净重是一加轮Netweed 一加轮3.78公升 它的品牌是First Street第一阶 How do pickles Pickles是咸菜 腌菜 How是整个的 这个D-I-L-L不认识 不认识什么意思啊 所以说你看它这个生产的地方 它写的是Product of USA 美国的产品 是加州洛杉矶生产的这个青瓜啊 对吧 看这种的 可能看清吗 对吧 它写的是打开盖之后呢 就需要放在冰箱里储存 但是没有冰箱也没事 这几天打开好几天了也都没坏啊 这一罐是7块5啊 美元7块5啊 以前以为美国人不吃咸菜啊 现在发现老美这边也吃咸菜啊 这个Nutrition Facts 营养表 对吧 Facts 是事实 Nutrition 营养啊 70 Servings Per Container Serving 分 70分 每个容器里有70分 Serving Size 一份儿的容量是28克 对吧 一欧姿嘛 Calorie 卡路里啊 就这意思 然后 Ingredients 成分 Picos 腌菜 水 Distilled 蒸馏 蒸馏的 Vinegar 醋 蒸馏醋 Salt 是盐 Calsim 是钙 Cloride 漂白 是吗 露啊 还是 露 Natural 绿也是 Natural flavor 自然风味 Sodium 是钙 对吧 Added as Persevative Persevative 是防腐剂 是吧 那么有防腐剂啊 Yellow 什么 蓝 黄 色素啊 对吧 所以这个是 写着 Refrigerate After Opening 打开之后请放入冰箱 100%保证 否则你的钱就会被退回啊 还行 一开始吃着感觉这个味道怪怪的 但是吃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习惯了 这个写的是used by 实用 实用 use 是使用 by 是截止 截止到 MAR 3月5号 是吗 哪年呢 21K 不懂 它没写年份就写什么3月5号 所以老美这边也比较 记贼是不是 它不写哪年啊 其实我发现好多 也不是很多 有一些零食 一些商品 它就写啊 用到几月几号 它不写年啊 所以老美这边挺挺狡诈的啊 对吧 就是不写这个年啊 对吧 你看就写3月5号 让你分不清是不是过期食品啊 对吧 这就是美国这边一些商家的这个小伎俩啊 这样的 几块5美元啊 这是美国的咸菜 小黄瓜 青瓜 再看一眼啊 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再见了 拜拜